那如果说你的主管给你的是一份Word的文件 这个时候你只要打开这个档案点两下就好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如果给你是ODT档案 你要用开启就导的方式去打开就好了 反正请问一下你在做简报之前 应该有一份说明文件 这件事情你要先掌握住 这样听得懂 通常不是你要真正的去报告 你只是简报的制作者 所以这个时候 通常都是你的主管听友的一份很长的文件 但是如果你将来要学要念研究所的话 不是会有论文 会有一篇一篇的论文 对不对 一篇论文其实会有相对应的一份和一篇 这都是固定的 这样了解 因为你到时候除了可以把你的论文记给别人看 也可以去透过简报的方式 呈现给别人看你的这个论文的内容 这就是简报制作的原因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下一件事了 我现在呢 我这是一个Word文件 这个Word文件里面重要的元素 我要快速的传过去给谁 给PowerPoint 举例来说 以前我们做法 第一页一定会放这个 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基金 中华民国证券记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 这个 这在第一页 然后第二页 可能就会放什么 简介 好 那第三页 第三页可能就会放设立宗旨 第四页放业务简介 对不对 有听懂我现在的意思 好 那业务简介完毕之后 还会放什么 还会放什么 愿景 第五页可能放愿景 第六页呢 还会放什么 大事迹 可以吗 第七页还可以放什么 联络资讯 对吧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那请问你可不可以耳后想到觉得我应该要放大教掌 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基金会的董事长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再插入一张投影片到我们其中已经有的投影片其中网页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些的内容是不是我就会希望传送过去给PowerPoint 而且要自动的 绝对不可以 你以前怎么做 选到这些字 然后复制 然后打开PowerPoint 然后贴上 对不对 不可以做这种事 这样了解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 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 各位要知道说 那个Adobe公司创造出来这个PDF 它所使用的字型 可能会跟我们现有的字型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件事 把所有的字型全部统一 而且请问一下 我们的Word文件 如果只能用一种字型 简报文件 如果只能用一种字型 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 正机会有没有规定 一定只能用哪一种字型 一种哦 没有两种字型 我在看越正式的文件里面 它绝对不会说 没关系 你叫放正黑体 放标台体 心系灵体 都随便 没有这样的办法 听得懂吗 中文只会有一种 英文也只会有一种 没有例外的 越正式的 一定都是这样要求的 好 那就看你们要做 随性版还是专业版 不巧的是 我们今天叫做标准版 所以请问你 一种字型是哪一种字型 你们没有规定吗 不是标台体 就是标台体 所以我们 因为我们学校 大概比较经常往来的公交机关 就是因为我刚好念的是生物医学资讯 所以我只会跟卫福部 还有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合作 他们的要求都是标台体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麻烦请先如何修改所有字型变成标台体 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不然你到时候你传送过去给 PowerPoint的那边就会产生很奇怪的情境 好了 麻烦请先全选 会不会全选 Ctrl加A Ctrl加A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点 常用 的 标台体 可是 这是我最不推荐的方法 听得懂吗 这是我最不推荐的方法 好 这是第一种 这是第一种 好 我比较推荐的方法是 各位知不知道说 我们每一个段落 预设都是内文段落 内文有听过吗 举个人说我现在开一个新的档案 这个 这一个段落 这个段落一定是内文 而且你创造出来 就是创造出来新的段落 通通通都是内文段落 听得懂吗 举个人说 假设我这边已经有一个标题一 这个动作你可以不要做 例如说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标题一段落 对不对 标题一段落 产生出来新的段落 enter 它还是内文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叫内文 还是 这个是我的最最最最基本 基本到不行的概念 但是 很少有人懂 什么叫内文 内容文字 就这么简单 就是内容container 那个就是你一般最平凡使用的内容文字 就对了 好 这我关掉了 所以 我现在要讲的是 我现在要讲的是 如何把所有的段落都改成 都改成什么 所有的段落 文字字型都改成标题 现在我要做这件事 好 首先 首先其实是常用 常用 然后滑鼠右键请点选 这个常用底下的修改 常用底下的修改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请把这个字型 有看到吗 有看到这个字型 这个格式设定 这就是字型 好 就是 很奇怪 就是翻译项面 翻译项面 这个应该叫字型 字型设定 好 或者是 等于这就是格式 这通通都是格式 来麻烦 麻烦请改成标凯体 好不好 标凯体 好 请先改回来 12 好了 请先改回来 12 好 确定 可以吗 这是我先恢复成很标准的标凯体 标凯体 然后 为了让你们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 所以 我先刻意的把它变成蓝色 好吧 我先刻意把它变成蓝色 因为方便我等一下在视觉上去说明 我要表达的意思 好 确定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所有 所有 的 这些字 这些字 有看到吗 它是不是变色了 对吧 为什么变色 是因为我刚摄了一下颜色 可是请问你 字型有没有变 字型没有变吧 各位 你一定知道 坎书 是什么形状 可是它现在就是没有变 所以 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做一件事 也就是说 它没有成功的恢复成 就是最原始的内文之段落 好 所以 现在我们要做清除样式 清除那个段落样式 所以 Ctrl加A Ctrl加A 然后 请你仔细看 现在不是标开题 好 麻烦请点标题1 对不对 现在还不是 现在也不是 对不对 因为我刚刚 我根本就没有去设定标题1是什么 是不是标开题这个字型 可是我现在要请你们先知道一件事 我现在是不是点了一个标题1 就是设定样式 可是我刚刚题目是说我要请各位学会清除字型样式 就是恢复内文的样式为就是标开题12字型蓝色对吧 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请你再顶一下内文 你就会发现所有字就变成你要的正确的内文样式 也就是标开题字型还有12还有什么还有所谓的那个蓝色字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里的清除样式很简单 就是请你先去点别的样式 然后再点回来你要的样式 这就是其实也就是一个样式的定义 对不起 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定义样式它这里面有专门的功能 所以样式的一个改变 从本来本来它不是标开题 现在是不是变成标开题了 这样有听懂吗 好吧 你要记住 你一定要听懂 我们现在我们不是在教你炫技 这个课程完全不炫技 这个课程只教你回归 所有不管你换谁来做 反正我们就应该恢复到最正确的 制作简报的标准 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希望我们能理解这个课程的重要性 我要告诉你 这个课程大概在20年前 2003年我去总统府的时候 差不多19年前他们开的 结果在20年后 居然还会在正经会这边开这个课程 当时我们用的版本是 好像是2000吧 而且好像是用我写的那本书 我写过四五十份电脑书 后来就想说 不行 我还想要再继续移生自己 所以我才跑去杨明大厨 继续在念硕士 在念博士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本来李小姐 她开这个课程 还跟她直接讨论说 要教这么基本的事 她说错了 她正经会很需要那个标准 先让大家先知道 我们做出来如何做标准的事 好了 继续 我们现在要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等一下你要传哪些文字过去 图片不能传 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一件事 请问一下 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证券计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 这几个字要不要传过去 到简报里 要对不对 所以麻烦请按一下您可见 请把它 请把它设定为标题一 可以吗 请把这个在最前面 请问一下 通常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 英文叫guide line 就是大纲 大纲 这个 政机会简介的这一份简报可能不太需要这个简介 这个guide line 但是你也可以放 反正怎么放呢 就是在这个段落请点一下标题一 到时候呢 这会变成独立的一张投影片 简介也会变成独立的一张投影片 接下来请问 设定标准 这个其实就是图片转文字 OCR没有转号 所以麻烦请你自己打字好不好 麻烦请打 1 顿号 设立中指 然后把前面那个图 图形给删掉好不好 不太喜欢看到那个不正常的情形 好 这个设立中指 麻烦请点标题一 它前面就会出现这个小黑点 反正有这些小黑点到时候都会产生过去就对 接下来 接下来 请把这一堆字 这一堆字 你不用刻意选它 你只要在任何一个这一个段落 这个段落 麻烦请点标题二 可以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这投影片 上面 上面 那个应该 我喜欢把那边叫做结论 这张投影片的一个结论 或者是 提问 然后呢 下面就是说明内容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一个结论 然后 这个就是我的说明内容 好了 请你们现在仔细看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这就是我特别要跟你们讲的 那个 我刚刚是不是说 就是PDF当里面有很多的字型 它在转成微软公司的字型 它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刚好 字场两个字 是错的 来 麻烦请选到它 请选这两字 复制 因为我现在要请你们去做取代了 因为刚好这些字都要传过去 你不把这些错误改正回来 到时候它就不让你整个顺畅的去转 自动传送 所以来请点取代 常用底下的取代 然后贴上 这个寻找目标就是贴上 然后请取代为四场 全部取代 是 然后再从头开始取代 然后关闭 可以吗 这两个字很重要 因为你要是不转换 到时候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一个段落 它就是说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内容 就是指这一个 可以吗 那你会说老师我怎么会记得住什么字会产生奇怪的情形 就是 你看一下这整句话里面就那两个字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字 取代在这里 常用 取代 常用功能 最右边 对 你要记住一件事 微软公司的产品 是不是有一个常用的功能标签 你可以回家检视一下 你这常用底下的每一个功能 有没有在你 使用的过程中经常被使用 经常被使用 这就是它取名常用的意义 如果没有我可以恭喜你 你用错了 听得懂吗 比如说你会不会是 2 1 3 2 2 1 感谢观看